欧洲冰岛的火山灰持续让航班大乱 除了旅客出不去回不来之外 现在连邮局要送到欧洲的信件包裹 也统统不能寄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0多个邮带 堆积在桃园机场 邮局也提醒民众 如果东西到欧洲 延误的时间恐怕会长达好几个月